接下来,刚刚的东西把它做完之后 基本上大致上遇到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接下来最麻烦的部分就是什么? 第三个,合并所谓的活业部或者叫工作部 就是以所有的档案全部把它合并在一起 跟各位讲一下,因为这个程式相对已经是 比起前面的部分已经算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因为这么多 里面的话包含哪一些? 其实就是do file 这个东西有没有发现有点像? 然后loop在这里 其实这个程式的话有部分 其实可以讲三图档案刚刚那个do file paste有没有发现?s-paste 然后s-phile一模一样 然后do file也一模一样 loop也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中间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做什么呢?就是去做什么事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在网路上面也没什么人想到这个部分 书上我有大概参照一下别人的说法 可是我发现别人写的实在是我不太能够理解 所以我就用我自己习惯的方式来撰写这个层次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有哪一些部分是比较新的 首先的话呢,我再来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刚刚不是什么?先把这件事情先做完,让一下 如果他假设有档案就删掉 也会跳出一个fire dialogue 选择这一个按确定 他就帮我怎么样?全部都分割了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再把它怎么样?恢复回来的话 可是特别是恢复回来 我们可能就要先想一件事,什么事呢? 怎么样把它恢复?恢复的话呢? 如果我用那个dir的话 dir 可能对这个dir 比较不熟悉 那dir 如果是放上面第一次就是找第一个档案 那如果放在里面的话呢? 就是找第二个以后的档案 继续找的意思 可是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假如说我要合并的话 那千万注意一件事情 我合并的档案不能丢在里面 为什么?因为如果丢在里面用dir的话 他会自己找自己 然后自己又把自己合并进来 然后永无止境的合并 那不是合并不完吗?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 我不能够放在资料夹里面 那放哪里? 也许我放外面 比如说我今天就放个档案 叫做全部 然后合并完之后 就会在这个资料夹的旁边 OK 那我大概弄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合并的话 假设说程式写完了 大概就长这样子 那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把它先让一下 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他就跑跑 其实也差不多 就一个一个开 开完之后的话 丢到其中一个 叫做全部 合并完了 打开看一下 全部里面 有没有全部的 以班 乘班 但没有按照顺序 顺序其实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 13个班级的资料呢 就通通都过来了 包含假班这边清单都在 有没有 这个是另外出来的哦 再把它删掉 如果把它删掉的话 再跑一次 OK 他等于是合并 那 要完成这件事情 城市 该如何撰写 我先 因为这城市 复杂度太高了 我就不从头再写过 因为 光要从头写 也是又扒一神皮的事情 对哦 所以我就直接 跟各位讲 讲述一下 到底这一个城市里面 有哪些部分 我怎么写出来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有哪些部分是多的 我先设定一个变数 B等于True 当然True你也可以把它改成E 等于E也可以 E就是True了 不过我打True True的话就是是的意思 什么叫是呢 这个B的话 意思说 它是不是第一次开启一个档案 那也就是说 我的逻辑是这样 我如果要合并的话 我通常会先找到第一个档 然后把这个档怎么样 另存一个新档 另存新档存成什么呢 存成叫全部 不能存在这里 存在桌面 存成全部 按储存 存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其他的档案 就通通帮我把它放到全部里面就对了 有没有 第二个档比如丁班 就帮我放到这边 以后呢 就通通放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它是第一次开启的话 会有 就是 必须要另存 那 之后开启的话 直接就放到这个档案底下 就OK了 OK 所以 这个意思 那这个B的意思是说 如果它是第一次开启的话 好 那我就判断一下 所以 这个 多这个变数 那底下 就有些地方都跟那个删除很类似 第一个呢 S-PACE 路径在哪里 在这里 当然将来你也可以用FileDialog 因为可以用 让它选的 第二个的话呢 S-File就刚刚一样 DIR 帮我找找看 这个目录里面呢 有没有 什么呢 有没有那个Excel的档案 如果有的话做什么呢 帮我读出来 放在S-File里面 可能第一个是 乙班.xlsxs 好 那一样 一直帮我找 那找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就要做什么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 用里面有一个 物件 这个有没有 应该知道这什么东西吧 叫workbook 加S 我们刚刚是用Active Active指的是只会有一个 就那一个 目前 被使用的那个工作簿 那现在的话是说 我如果要开档的话 特别说要开档 那我就用 workbook 加S 点open 这个方法去开档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 开启某一个档案的话 那你只要跟他讲说 我的路径在这里 在C碟底下这里边 然后他如果找到S-File 比如说找到乙班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乙班 帮我打开 所以他就帮你打开了 打开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底下有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是会想出来的方法 因为我要怎么样合并 如果当他是第一次被开启 那 if b b 的话是 true 表示他第一次被开启 那我做什么呢 一样把他这个乙班的这个 把他做什么呢 把他copy 所以特别说要这边的话 把他copy一个 我直接来run他 这样会比较清楚 把他这个设个周段点 好 所以他找到 找到钉班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他就把钉班打开了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钉班就被我开启了 有没有 所以 那个workbook.open第一次说开启 那你特别说 你只要给他挡名 副挡名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是钉班 对不对 可是问题 来了 如果他第一次被开启的话 那我其实就做一件事 把他当全部 所以特别说 只有钉班 第一次开启这个档 我把他save as 叫全部 以后的话就不用了 不然每一个都 另存都叫全部 那不是变很多档 没有 第一次开启 存成全部 之后开启 就丢到全部里面去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吧 好 那所以怎么存 一样先copy 这个点copy 刚刚我讲过了 所以 因为里面只有一个工作表 所以我就许成一 因为只会有一个 那未来如果你有很多个 你可能就要自己下去弹性 调整程式 好copy一下 有没有 这跳出来了 目前 跳出来这一个呢 我做什么呢 把它存成什么 存成全部 存在哪里 一样 存在桌面上 的全部 记得 你不要说再把它存到VBA 那屋里面 如果存进去 它变成我刚刚讲的 它会一直找自己 好 存成什么 存成全部了 已经有把它取代 OK 然后记得 接下来就close 把它关掉 OK 所以特别说 就把哪个档 哪个档案关掉 特别说 不是把自己这个全部关掉 你会发现 现在这个是全部 全部不能关 关哪一个 关刚刚的那个订班 这个订班 那之前我们是用一个什么 Active 那个 Wordbook 点close 可是要不要注意 因为我另存了 所以目前 Active 是全部 如果你用Active Wordbook把它close 它就变关 这一个 刚刚我不是要关 这个 我要关钉班的话 钉班在这里 钉班在这里 那怎么把钉班关掉 很简单 一样用Wordbook 把那个钉班的档案名称放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点close 钉班关掉 好 关了 你们发现钉班不见了 OK 被我关闭了 然后呢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 B 预设是等于True 它会进到这边来 这是第一次 那之后的话呢 就把它改成False False的话意思说 之后呢 你就不是在另存了 所以把它改成False 接下来呢 这一句 刚刚有同学问 这个什么 找下一个档 下一个档是什么 刚刚是钉班 变丙班了 丙班之后的话呢 是不是空了 不是 那把丙班 把我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呢 因为 那个 什么呢 B 刚刚已经 由True 被改成False 所以你会发现 它就不会再跳到下一行 而是跳到Als 这里了 有没有 因为它变成 不是的 那其实底下的动作是什么 我要如何把 丙班直接 复制到全部底下 就关键这一行 OK 如果你要把什么 把丙班复制到里面去的话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有没有 把什么呢 这个部分 徐责1.Copy 这个指的是丙班里面 这个 就指的是这个东西 指的是丙班 这个东西 但是问题我要Copy 不是Copy到自己本身 是Copy到哪里呢 Copy到我们的这个全部 全部在哪 全部在这里 那我要怎么跨工作 特别说 这个地方主要是跨什么 跨工作部 把这边 抠到这边 诶 诶 程式就这样写 什么 Active 不 那个Copy 所以 After 在哪个地方呢 在全部的 特别说 这边多一个什么呢 之前 我们是只是 把它放在哪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这边 跨不同工作部的话 第一个 你的工作部一定是开启状态 如果没有开启状态 就找不到 第二个的话呢 你的名称一定要给他什么 叫workbook 后面刮胡就是一个什么 档案的名称 而且要包含副档名 没有副档名找不到 诶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档 抠到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 一些档案里面 诶 所以这边就要以后如果 很多 有没有 你假设有一个资料夹 一堆的 呃 这个 工作表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的话 其实 可以用这一次的方法 没有问题 看一下全部完成 效率我想应该会大大的提升 不然的话以前 你光抠这东西 抠到头 头与脑上还没抠完 OK 而且如果今天 这个月做一次 下个月要再做一次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吗 所以 可以利用这一次 但有些 因为目前这个范例 每个工作部里面只有一个目标 那你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工作表 那没关系 反正你就一个 一个抠啊 只是说里面可能要跑回圈 有没有 跑那个工作部里面 到底有几个工作表的回圈 然后这个抠 有没有 抠完就换下一个 抠完就换下一个 就全部抠完 OK 可不可以写得出来 可以啦 就是说细节部分 就是 要请大家自己再去发挥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关键就这一行 我也要找这一行 哇 我也是找了很久 想了很久 可不可以walk呢 试一下 来 给大家看一下 抠过去 这时候我们看全部好了 有没有 丙班就过来了 你看哦 就这么一行 关键的地方 就抠过来了 所以也就是说 在工作表前面再加工作部的那个名称 就是可以跨来跨去的 所以以后你不同的那个 以色的档案只要开启状态 就可以互相交换资料了 OK 所以我发现蛮多同学问类似 老师我怎么样可以把不同的以色的档案 工作表互相在那边交换 换来换去 其实就是这个方法 OK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吧 然后呢 再来做什么 再来就把 那一个 哪个呢 丙班关掉 所以特别说 丙班关掉 那这个丙班呢 就可以把它关闭了 OK 然后呢 一样换下一个档案 那下一个档案他要抓到 第二下一个档 丙班 有没有 那丙班呢 一样 就不会跳什么呢 就开起来了 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然后就换到else 就是一样 再把丙班呢 抠到全部 全部后面 OK 所以这个全部里面没有 就帮我把这个丙班 抠过去 丙班 所以 序值1抠过去 好 然后把它关闭 然后换下一个 我们看一下 全部里面 会不会移班 应该就有了 OK 只是说那个顺序 我现在是没有特别去调 你如果要调顺序 用move自己来调一下 全部的话呢 我们来把它全部跑完 OK 这边中段点就拿掉了 再跑一下 OK 然后就一直闪一直闪 反正就是 那如果你不要让它闪的话 我前面讲说 你可以加一个那个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等于false 它就不会一直闪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最后呢 就close 然后呢 self-change 特别注意 这边一定要加一个 true 我记得好像我之前 只有加close 忘了加save as 等于true的时候 哇 那结果不一样 刚刚我们好像有close 然后后面加false 然后后面加false false的话就是 预设止好像就false false 意思说不存档 那我之前我记得 好像我遇到一个问题 跑完了 好像东西都过来 可是问题结果怎么都没有 原来我忘记了 后面要加一个true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请你加个true 就好了 true意思说 哦 我要存档 OK 那你也可以加一个save as 冒号等于 如果因为它 刚好参数就第一个 不用打 没关系 OK 那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存档 那我们最后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 打开 那应该13个班级的资料呢 就会被汇整在这边了 OK 那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看得出来应该那种写法 就是我独有特色的写法 因为其他 我有看过好像有几本书是有讲到 可是那个写法 我真的复杂到我完全不能接受的地步 所以我干脆我就自己写算了 OK 我想说 看完它的东西 我完全不知所云的 而且它里面的话 一般的作者很喜欢用物件 就是set 哪一个wordbook 哪一个名称等于哪一个wordbook 然后set哪一个 去实又是哪一个物件 然后set哪一个 range又是一个物件 所以它会发现 它会宣告一堆的物件 然后再利用这些物件去做后续的所有动作 就又串来串去串来 哇 那复杂度会相对比较高很多 那我的写法是相对比较直觉的 反正就是这样的写法 平骨直续的 看也相对的会比较容易看得懂 所以因为这个程式相对也比较复杂 所以我把刚刚的程式 就放在云端白板的第三个单元里面 OK 所以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也许就是先乱乱看 了解一下程式的这个语法 然后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些部分 哦